好了,再去吧,那就問我們 以下的五角數的標準差是甚麼? 留意這題我想有兩個做法給大家 但其實兩個做法是同一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就是,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為甚麼呢,這裡有五角數 但為甚麼五角數沒有x 即是為甚麼四個選擇是沒有x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,其實x是沒有甚麼所謂的 所以,不如我們就當x是1 我們那五角數就會變成11,13,15,17,19 然後我們就會用計數機幫我們計算sd 記得計數機的人可以幫我們計算sd 我們的做法就會是 留意一下 可能你的學校老師,或者你在其他地方有補習 他們會這樣教你的 即是我們現在剛剛在mode4,input data 如果你一直跟著上課,中間沒有stop的話 應該還是sd mode 你看到我們剛剛input data 你可以找回他們的,就是這樣 你向下找,你會找回這些資料出來的 但我們現在是新一題 我們會想input一些新的資料 我們會想clear了舊的資料 有些老師可能會教你shift-9 這樣,ok?shift-9 但這個就是很危險的 因為如果你用shift-9,然後按3的話 那你就會整個機器所有program都會沒有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其實實際上是按1 但我覺得這個方法就太危險了 因為你可能有一次看到shift-9 接著是clear all 那就是clear全部data 那也是好事 那這樣就不行了 那就是下年見了 那所以實際上來講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動作 就是你去回Mode1先 你去回Mode1 即是我們沒有了一個ModeSD的按鈕 在上面 那接著我們先進回Mode4 那你現在再向下 你就會發現沒有了舊的data 那就要安心很多的 那現在我們就input這5個數了 那就會是11 13 然後m加 15m加 17m加 19m加 shift-2 那我們今天是算sd 所以就去2 按到這個數 這個數 為什麼sd呢 你會發現sd的數都很醜 實際上因為它有一個開方根在外面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抵消開方根 你square square圓是8 那即未square那時候就是開方8 OK 開方8 那開方8就是2-2 所以答案就是d 好了 那Mode2 那Mode2實際上跟Mode1是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 那概念上是有點高低的 OK 我會形容Mode2是 好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焦點換成這樣 1 3 5 7 9 OK 我想你由這五個數看回 和題目比的五個數對比一下 其實 題目的五個數就是對著135 7 9 每一個都加10x 每一個都加10x 但是我們說過一個說話就是 加減就只有3n變 那就是說 你對於這五個數 加10x 其實是不影響13579 它們自己本身的sd 因為我們說 加減就只有3n變 sd是沒有變 不論你是10x也好 1000x也好 1億個x也好 加減都只有3n會變 sd是不會變的 所以實際上這一題 我們其實是在找13579的sd 所以 又來了 那我重新提供一次 我們去Mode1 再去Mode4 1 m加3m加5m加7m加9m加 Shift2 2出來答案 都是2√2 即是√8 這個合理 而這條題目實際上在2020 好像就這樣合作 因為我們以前都會叫你 他以前就這樣問 10x加5 然後10x加7 抱歉 20加5x 30加5x 40加5x 其實我看很多